施打高端疫苗的民眾 若是要赴美日等五國 今天起到年底 可以在全臺 二十六家醫療院所 免費PCR檢測 北醫就統計 前兩天大約有九十五人預約 而至於高端保護力的報告 衛福部長薛瑞源也證實 今天已經完成送件 不過就算文件補期 最快也要等到十一月底 才會公布結果 職業官王必勝 則是依舊力挺 強調他下週將會接種高端疫苗 作為第四季 高端公司免費提供高端足 例如二十八號起到年底 赴日本 美國等五國 可到指定二十六家醫療院所 做PCR檢測 開放第一天上午 沒出現預期爆炸人潮 對於高端公司做法 民眾看法兩極 高端公司提醒民眾PCR檢測 常規費用會有高端公司負擔 不過如果像是 那極限檢測差額 就得由民眾自行吸收 北醫舉出 統計前兩天約有九十五位 赴日高端足預約做PCR篩檢 一天大概預約個四十八左右 那所以這樣的量能在我們目前 其實一直存在這個PCR的篩檢量 來說應該是足以應應的 目前高端赴日足占PCR篩檢最大宗 不過也有網友等不及 高端公司提供免費PCR 自行到醫院做PCR篩檢 結果卻意外檢測出陽性 出國行程全泡湯 不過指揮官王必勝人力挺到底 強調下週第四劑接種疫苗 還是選擇高端 高端疫苗到目前都是有效 安全副作用低的這個疫苗 知乎再生大概沒有什麼休息的時間 那我希望副作用會小一點 所以選擇高端疫苗 高端EUA的報告到現在提出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剛剛收到了訊息 那高端已經把這個 剛剛送進來了 高端疫苗十月底需提交保護力報告 下週一是最後期限 不過藍營立委林一華質疑 高端補件補到遙遙無期 認為政府護航高端 至於高端EUA會不會被撤銷 近期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 最快十一月底會有結果 但最慢恐怕要等到年底 記者原始秋福財 台報道